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有一名富人 因为丈夫入狱了 只能独自挑起家计 利用每个月微薄薪水 来抚养这两名小孩 但是用一位基线健保费 以及机车的燃料费等等 遭到执行署强制执行 让原本就只有2万多元的薪资又被扣 生活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因此富人之前也特别带上小孩 前往求情 那么花莲分署也罕见依法撤销扣行命令 30多岁的富人独自带着两名幼童 走进执行署花莲分署 因为基欠健保费和机车燃料费等等 一共2万多元遭强制执行 但生活艰困希望能来请求暂缓扣行 证明富人因为丈夫入狱只能独自挑起家计 每个月只有2万多元的基本薪资 却是母子三人唯一的收入 除了要负担房租学费还有一切生活所需 本分署审着其所提供的证据资料之后 认为其薪资确实是维持该三人生活所必需 于是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 依法撤销扣行命令 另外同时本分署也考量这位坚强的母亲 独立抚养两位小孩的艰辛 也特地转介给财丸法人张荣发慈善基金会提供协助 此外健保署这边也协助提供弱势平台的立案 为了帮助这名妈妈度过难关 华联分署网开一面 罕见依法撤销扣行命令 并将帮她转介到慈善基金会寻求帮忙 让当事富人也很惊讶 没想到基欠国家债务还能被帮助 实在是超暖心 记者华联市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